记者王寒平台南报道,盐水风炮开炸,今晚神教绕境所到之处,风包四射,虽未逢假期,有客人超过五万人,体验风塞在身上万寸威力,直呼过瘾。 晚间七十时过后,绕境队伍从五庙出发,寿石顶神教分成三条路线,其中案内土库等里的炮城较多且集中土库上帝庙周边社区炮城在庙前广场陆续施放为最高潮,今晚时至十点才开始。 有在地民众表示,几乎每年都会来参加,带朋友来体验台湾特有的民俗活动,虽然有点危险,但紧张刺激的气氛,还是吸引不少朋友每年报道。 五庙表示,风炮活动压轴市明晚九十在盐水国中施放主炮城,提醒游客最好戴口罩及全罩式安全帽,这高领树绣绵棉质外套,后牛子裤及手套,绣口除以橡皮筋套束,脖子以维巾为腹,切勿穿着羽衣或轻便逆绵衣,以免营火上身。 盐水风炮最高潮位元宵夜明日下午四时至深夜十二时实施交通管制。